54.《蘋果日報》2008年10月31日報章 E.十三名彩論壇 G.G.細語拜佐丁山違法手法陳水扁一家貪污之極 如果在香港有如此人物,老祖判了監 但台灣無一條財富與官職不相簽的法例 陳水扁可以大搞將眼發左閃右鼻 有一位台灣報界資深記者跟佐丁山說 陳水扁的策略是將所有貪財之事 推曬給老婆吳淑珍 因吳淑珍不是公讀,兼且新紙約 台灣檢察官內她吾何,一旦逼得太緊 吳淑珍換一招自殺不遂 入院治理,反而會引起同情 多、甜,最初左丁山吳淑 但睇吓台灣居然有幾十萬人 民進黨宣稱,上街遊行反馬英九 順便聽便 臺南有有人追打大陸海協會副會長張明清 這樣便無法指不信 起碼有一部分台灣本省人全無現代文化 是屬於台獨病毒入腦,不顧一切之類 無人搞得它地點,陳水扁最懂得利用這批人 不愧為台灣一代蕭紅 厚黑學大師 台灣大教授龍英臺到港大講人民 講文化 不愧請他講一課為何部分台灣人如此無文化 竟然是貪污腐敗總統為英雄 碰鴨教授 為台灣名教授 傳媒 接風 家中切宴 左丁山宮培末席 於時問問這位國民黨籍的教授 其關於馬英九之史 其教授話英派台獨約佔台灣百分之五人口 思想僵硬 無可理喻 馬英九想盡辦法 不能動它地分毫 反而在Reach out 過程中 得失了國民黨藍營人士 實在非常頭痛 另一方面 台灣傳媒報導陳水扁事件 過分進取 有違反人權之嫌 妨礙司法獨立 這一點 我們有同感 因為台灣有不少名人收到調查 或是爆料 都會唔收口感高談闊論 是法律調查如無物 但又唔見有政府檢舉控告知 傳媒於是爭相報導 懶理人權與司法 這方面 香港人就非常非常乖 政府機關為某事立案後 當事人會立即收口 指向當局提供資料 即使傳媒大造文章 報導諸多猜測 對當事人的形象不利 當事人一概閉口不談 此乃香港人遵守法治之文化也 最煩的就是 弱勢特區政府佔失公信力 立法會竟然成為正義象徵 否則要調查者調查哪 似乎立法會之最大工作不是立法 而是監察行政與9調查委員會 與政府監管機關爭奪調查權 豈不是浪費公堂、浪費時間